六四周年紀念日這一天 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安靜異常 警察隨處可見 又人尿尿無幾 每年六四前後 政府都會揭盡全力 確保人民不說 不聽有關1989年春天發生的事 星期三一整日 凡是涉及六四事件 和六四周年的國際媒體報道都被屏蔽 國家廣播電視節目的報道重點 是官方會議 北方小麥風修 環境問題等等 絕口不提六四周年 只有環球時報刊登了一篇的社評 但有些網站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六四周年沒有被遺忘 至於北京的居民他們是怎樣想的呢 鑑魚政府對這個日子極其敏感 記者模仰受訪者的面 是出現在鏡頭上 很多人和這個青年一樣 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還有人問發生在哪個國家 但也有人記得清楚一些 當天我還真去那 當天我去那邊辦事 入過那 我早上過去嚇唬 就聽說那邊不對勁 有些人當年年紀很小 但後來是聽其他人說的 天安門廣場 就是好多人 好多學生 我們滿場都學 中國政府今年花了很大的力氣 禁止人民談論六四周年 為此 還將幾名私下討論這個話題的活動人士關押起來 但很少有人知道六四前有人被逮捕 關於中國目前的個人自由程度 人民的看法不一 你們外國人在這很多啊 可能哪個層子 小孩啊不管 你們都在這很多上學的呀 是不是 嗯 如果不自由你們也過不來呀 是 你這方面是沒有自由 可是國家就是這種現象 那你生活在這國家裡 你手在煩就完了 又吃又喝就完了 中國的政府就是它一個人說的算 還是封建社會一樣的 我之前沒有 你這個政府啊 它總是有些人對政府不滿的 對不對 真正老百姓是什麼 還安定過日啊 中國政府說89年的六四事件 是一場政治風波 並且說已經對那場的政治風波作出定論 中國政府還說中國沒有異見人士 只有違反法律的人 中國政府還說中國是中國人的 中國政府圖ане 事情是美國人的 在台灣的AZIP 香港人的旅行 甚至十分有機 國第一次的 不讓在中國人 所以我們把我們 所以就只可能